新鮮菌 新鮮菌最主要是拿上手 看看它是否聚首 水分有否流失 可以看到新鮮度足不足足 而且是打悶的 不會有些皺皮、皺皺 雞中、蟲蛹等 有一個散頭 如果散頭未開 就相對比較新鮮 羊肚菌就在母頭和母腳的比例 比例要適中 如果是乾菌的 你未開過包 我們有一個脫氧劑 放在室溫都可以 但最好就放在雪櫃裡面 新鮮的野生菌 我們會建議找一些抹手指 每一隻將它包起來 再放進紙袋裡 再用紙袋裡放進雪櫃 這樣就會保持得好一點 雪櫃會抽乾它的水 所以我們用紙包著它 保護它好一點 外國人有一個傳統 就是我們不會洗野生菌 第一 你要不就用一個小刀 刨掉它的泥瓣酒 要不就用濕布擦它 擦到它很乾淨 再用乾的紙巾吸乾水 這樣就可以保留到 野生菌原本的香味 這是最好的方法 當然這個功夫相對比較多 如果你說折沖一點的辦法 很快地用清水沖洗完 立即找乾布吸乾水 一定要吸乾水 用水洗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令到菇菌原本的香味 流失了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的水進去 到你一煮的時候 它又會流出水 失去菌的真味 從容的生食 就是最保留到它的營養成分 但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煎 它會令到 能夠增加菇菌的質感 和香味 到時候加一點點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最好 路邊野菇不要採 千萬不要 尤其是香港